这集想说一说加密币的钱包 最多人认识或者最多新手或者甚至乎老手都好 一直会用开的都可能还在说Metamask这个小狐狸的钱包 但是用开用得久的人其实都知道有什么问题了 稍后再说一说 大部分人现在其实都偏向慢慢不用Metamask这个钱包 而转去用其他的钱包 包括有什么呢有Webbit Wallet 这个Webbit Wallet基本上就是Debank的团队 是同一个团队来去develop的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Avocado的一个wallet 这个Avocado的wallet基本上它就可以方便你 就是在不同链上面你都可以用完USDC来做GSV 即是你在Binance Smart Chain你不需要有BNB 你直接用USDC就可以做GSV 你在Ethereum的network你不需要有以太币 你都可以直接用USDC来作为GSV 你去到Polygon你也不需要用Metamask来做GSV 这个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给不少的用户 我迟些会出一集details讲一讲Avocado这个wallet 就是还有什么好的功能 因为它还可以有个功能就是增加那个security 就是每次当你要进行一个交易的时候 它都是会pop up需要你入一个2FA的密码 同一时间类似可以做到一个hardwallet这样的功能 当然它都不是一个execlet的coallet 因为它都是2FA你都是online的 但是它可以很简便很轻松地就帮你增加了security 这个是Avocado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NOSUS的savewallet 这个就是一个multi-save 意思就好像我们在银行里用一个链名的户口一样 就是你平时去银行如果你是单自己持有的话 你要rib draw钱你一个人签名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链名户口就需要你和另外一个人同一时间签 你才可以捉走钱的 其实这个concept这个savewallet的multi-save就是这样的concept 你可以自己设定有三个钱包也好四个五个都可以做approver 然后每一次的transaction究竟需要有多少个人来签 来到confirm才进行到那个交易是全部由用户自己来设定的 譬如你设定一个2over3的multi-savewallet 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有三个人是可以有权利地去签这个approval 但是同一时间它需要有两个人save了这个confirmation 这个交易才会进行的 那这个就是2over3的multi-save的一个理念了 那究竟有多少个人签多少个人去approved呢 就全部由用户来去决定的 那我以后再出一条片就讲一讲这个save的wallet 那这条片呢首先讲一讲 为什么metamask我开始慢慢不用 也都很多币圈的人慢慢也都不用了 那在尾段也都会再讲一讲 为什么webbitwallet会好那么多 那我们先看看metamask究竟有什么问题 好了metamask有的问题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基本上第一很多时候有些大大小小的bugs 那令到你整个用户的体验就很差的 那有时令到我觉得它是走得很慢的 那当然慢有慢的好处 你可以再看清楚这个transaction 你才来到去签那个confirmation 那但是整个用户感觉的体验都不好 那第三样呢 那我不喜欢它就没有什么alert 和没有什么warnings的 那我稍后讲一讲rebit的wallet 你就知道这些alert和warnings有什么好处了 那第四就是有时会很卡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有时要进行不到一些transaction 那你可能要加一个新的rpc 又或者你要去一个新的链的时候 譬如你去一个玩开arbitrum的 你突然想加一个op network 或者是polygon 20k evm的 那基本上呢 你就要自己很手动 什么样的去加这些network 那其实这些一连串的不方便 都会给一个新手呢 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 因为他们完全基本上都不知道 怎样样来到去操作 尤其是其中一样呢 就是一些叫做是加一个新的token 那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 他们很多时候都很困扰 那这条片呢 我亦都会交代来到讲一讲的 好了, 避风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那就等你知了 我自己有个web page的 那基本上就有一些online course 是关于加密货币的 那其中一个最新的加密货币呢 就是讲着 怎样在加密货币市场上面造装 那然后赢尽一些 都是常常在加密货币市场做杠杆 来做long好做short好的一些的赌徒 那这里有一个course 大概有30个lesson的 那你随时随地online看都可以的 subscribe了之后 那另外呢 还有其他course是一些defi的进阶课程 那如果你是全新手的话呢 那也可以看回一个是1.0的全新手的新手课程 那另外一些关于Bitcoin闪电魔力的课程都有的 那如果你想紧贴最新的消息 其他的东西呢 那欢迎你去到加入我的社群的 那我有个crypto的community 那将最新的资讯 和加密货币一些赚钱的机会 都会在社群上第一时间发放的 那有兴趣你可以去回这个website来到去看了 好了那就来到说回新手其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自己钱包里面有某一只token 但是你用metamask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会发觉为什么它没有显示的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自己手动menu这样去add一个token了 那但是同一时间伸手又会很迷茫地究竟我这个token 它那个contract address是什么呢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我会不会找到一个是一个scam address 我加了下去 接着又结果show不到我这些token出来呢 那这里可以很简单这样做一个教学 教你怎么样add你那个token 那当然了其实你找 首先你就是要找那个token的contract address 那你找那个contract address可以去congecko找 亦都可以去conmarketcap来到去找的 那但是你找的时候 你首先亦都需要去verify自己那个contract address 究竟对还是错 那我们看一看 好了那来到conmarketcap这个网页了 那当然啊最简单的 其实你可以去个cryptocurrency那里 那里跟着按个ranking 那基本上呢 他就放一个的市值呢 帮你排了一个的ranking在那里 那譬如你有一个币 譬如USDT这样 你明明已经在自己wallet做有了 但是你见到的metamask都没有显示出来的时候 那第一步你要找的当然就是USDT 这个contract address 但是你知道USDT基本上在很多的network里面都有的嘛 那譬如我们来到这里 继续去看看 你etherium有了 有一个不同的地址 然后你再继续去看 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network上面的地址 好了 譬如Binance Smart Chain Solana Algorand Nosus Chain 那不同的链 譬如你在Phantom 或者你在Polygon玩 那基本上同一只的USDT 都是不同链上面 都是有不同的contract address的 那所以你就需要来到去在这里做个copy 你见到旁边这个有个copy 那所以我们示范一下 譬如现在我在这个钱包上面 原来我是在玩的arbitrum链的 我有一个token USDT的token 这个asset 但是我在钱包里见不到 那时候我就来到这里 我就找回arbitrum 这个contract address 那之后我就按copy这个按键 按完copy这个按键 我就去回metamask开我的钱包了 那就按回metamask 按完metamask之后 它弹了出来之后 你就拉到下面这里 它有个按键叫做import token 那你就按这个import token 然后在这里就copy回你刚才copy的 就是paste回你刚才copy的那个contract address 那你见到下面这里就有个token的symbol 你就不用理它了 它就显示了usdt 但是它这里应该是有时有些的token 名字水射春那么长 但是这里应该一般呢 就大概只放11个character 当你多个11个character 它就显红色了 但是你这里自己可以来到去 入个名字的 那不过大路那些 它 default已经有个名字 你就不用搞它了 那usdt 跟着token decimal 那就是6 这些你都不需要搞它 那你跟着按next 跟着再按一个import 那你就现在在这个钱包里面 就会立即见到自己已经有这个usdt来到去显示 而由于你透过commarketcap这个ranking来到去找 你也可以肯定这个contract address 基本上就不是一个scan的address 好,甚至乎如果你想再double check的话呢 那如果你在arbitrum链上面 其实每做一个transaction 基本上如果confirm了之后 它右下角都会弹一个message出来 就说你的transaction成功的嘛 那其实你click开 你就会去Rbscan这个blockchain explorer这里 那在这个blockchain explorer这里 这里你可以copy回 譬如我们刚才已经copy了那个usdt的地址 on abitrum 那你可以在paste这个地址 跟着呢就click进去 click完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这个contract呢 它写着这个呢 是usdt了 那你可以再click进去看看 那你会看到的细节 那你会见到在这里的total supply呢 那就见到了 9个number之后 就是23亿 差不多接近24亿美金价值的一个usdt在这里了 那跟着holder呢 有几多个啊 啊 钱包的持有者呢 那就有成九十几万个的 那你见到的transfer有六千几万 那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是verify 也都见到有个蓝色tick啦 那所以你都知道这个contract呢 是一个已经是叫做认证了的一个地址 那这一样呢 你就可以来到去double check 究竟你找的那个contract address 对不对 好了那刚才示范了你怎么样 在coinmarketcap也好 或者coingecko找一个地址 然后怎么样去verify 这个contract的address对与不对 另外第二个方法呢 其实都是用回这个blockchain的explore 那来到去check回你的钱包 究竟里面是有些什么asset 可能你有时自己不记得了 但是呢 你透过这样来到check你的钱包 你就可以一清二楚看到 钱包里面有些什么asset 从而你可以加回下去了 好了那我们来回rbscan这里了 那我随便找random找一个钱包 那譬如你见到下面有些transaction 那你就click开一个transaction 那你见到里面就from这个哪个呢 其实这一连串就是一个钱包的地址 那你click进去那个钱包的地址 好了那然后你见到这里就显示了钱包地址的balance有多少 跟着eve的value有多少 那你见到这个token有700多 有两个token 那你就可以click开这个钱包的logo 那然后呢他就带你去next page 好了那他带你来这个page之后呢 就显示到这个钱包里面 现在磁币有价值的就是两个token 一只就是ethereum 另一只就是arbitrum 那ethereum这里的quantity是这么多 arbitrum这个token的quantity就是这么多 而这个tokenprice现在就是1.13的 就是arbitrum这个币 那24小时的改变了 那另外如果value in这个eve的话就是0.2那么多 如果是用美金表示就751那么多 那所以你就可以click回来 哎,原来我钱包里面有这两个币 那而我想加回这个arbitrum的币 我click进去了再detail看了 那你click进去呢 然后呢我就见到这个contract这个address 其实就是referring这个token arbitrum了 那你见到现在的价钱就1.14了 那total supply就有这么多了 接着hold upaddress也有这么多 那我们再尝试做一次了 就将这个token就来到这个contract 来做copy了 那然后呢我就开回metamask的钱包了 那开完之后也都一样了 拉到下面这里 接着呢就import token 然后呢就paste回我刚才copy了的 那然后隔一会儿呢 它下面就打了出来ARB这个token 接着按next 那然后呢 哎,刚才那里看一看了 这里的token decimal呢就有18 那你也不需要去搞它了 那你按回next 那然后呢它就show到了 哎,我这个钱包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钱包嘛 我钱包里面没有rbitrum 那只不过我借助刚才一个的rbitscan上面 随便找一个钱包 而它里面有这个assets的 那我就去追踪到这个token的contract address 那我现在再按import了 那你要见到哎 立刻这个钱包里面呢 我就已经import了这个token出来 那变了如果你钱包里面有这个token 它也都会在这里来到显示到给你看了 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很简单 这样透过链上面你的钱包里面有的assets 来到找到这些contract address 那刚才就说了 怎样加啦 首先你就import的token 那然后呢 你就paste你找到的contract address 下去最紧要make sure 你自己找的那个contract address 是一个正确 一个valid的contract address 好了,跟着下来呢 就讲到影片的后半部 就讲一讲 为什么rabbit wallet 我觉得这么好用了 那它有个chrome extension 你可以自己download desktop或者mobile 那都可以的 那有什么好用呢 比起metamask 我们来看看details 第一样东西呢 它就会有很足够的一些alert 和warnings给你 那这一样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那我们来看看 左手边这个先 首先左手边 如果我是一个全新开的一个钱包 从来没有跟这个protocol interact过的 譬如很简单 大约ave那样 那我没有跟它interact过的这个钱包 那它就会显示 这里有个显示 就是never interacted before 就是告诉我 我这个钱包是没有跟这个contract interact过 那变相如果你真的中了有一些scanlink 你去到的话 它叫你connect的话 它起码有多一个提示 告诉你你从来没有interact过 那让你不要知道 以为这个是你平时interact开的一个contract 那变相这个warning就很重要了 所以它需要你按一个键 叫做ignore all 就是它才会帮你process去到下一步的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warning 另外还有一些warning就是说 如果你去approve的银码 大过是一万个美金的话呢 那它都会出一个warnings给你的 那你也都需要按下面这个 那这边就变成了红色的warning 那你要make sure自己是connect中一个 或者sign一个你知道的contract 那你才好去做next step 那这个warning也是重要的 当你银码大一点 又未interact过的话 那它都有这些warning给你 我们再看其他warning 另外其他warning就是说 当你的钱包尝试去send 给一个你之前完全未send过的一个地址 那它也会弹个warning出来 不让你立即send住的 它告诉你这个address是未write list的 那你需要grant一个暂时的批准给它 那它才可以帮你做transfer的 那你就卡了这个红色点 那跟着它要你再sign一个密码呢 就是你这个钱包的密码呢 那它才会给你做这个send的动作的 那所以这个也是再三这样提示你不要send错一些地址 因为前几个礼拜其实是有个用户呢 是不小心send了去一个貌似它自己的地址 那个貌似它自己的地址呢 是前面那连串字和后面那连串字 就是那个地址 是好像一模一样的那就是 就是以为是自己的地址 结果呢就send了千多个web的btc给人 那就如果它当时是有这个warning的话呢 我相信是未必那么容易中的 那因为它和一个全新的地址interact过 而如果没有任何warning的时候 你就真的信以为是自己interact过的地址 那所以这个warning我觉得都是重要的 那然后呢旁边呢它也都会有一些提示啦 纵使你send了一个 你send准备send一个token 比如uscc这样去一个地址 那它会提示你了 说喂你这个地址你从来是没和它做过交易的 nevertransact before 那但是呢你刚刚已经是white list了这个钱包 那它就变了绿色了 那所以这些的提示基本上都很清楚 给到你来到去看 那它还有下面一个simulation的result呢 就是告诉你你进行了这个交易之后 其实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token out 就是说uscc就在你这个钱包里呢 将会是被拿走了 那token out会减这个 那很清晰很human readable的一个版面 来到给你了解究竟你是在做什么的动作 而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你在metamask是完全是见不到的 那这里show给你看了 刚才它告诉你 如果你send资金给一个完全未interact过 未send过的地址呢 那它就需要你打一个密码呢 那你再按confirm呢 或者再按add to white list呢 你下次才不需要再入多次的 那很稳阵啊 另外呢 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当你和一个contract做过interaction 你send这个签名的时候呢 啊 基本上它就告诉你 喂 你这个动作 究竟会由你的钱包里拿走什么的asset 同一时间 你swap in的是什么的asset 比如我这个动作就是 喂 我想在arve那里depositusdc存款收息的 那它就告诉你 我一旦send了这个transaction呢 我钱包里面usdc呢 就会是被拿走的了 token out 那但是换言之 我换回来的东西 token in是什么呢 就是a base usdc 即是说我在base network 这里的arve里面 我传入了usdc 倒回来的时候 我就会得到这个的评证 就是代表我已经将我的usdc 传入了这个arve 那所以这些的simulation result 都是很清晰地告诉你 究竟你是做什么 所以一个新手好 或者一个不是developer背景的人都好 这个webbit wallet 所有的版面扭畅度 我觉得都是比起metamask来得好很多 而且用下去我都觉得是快很多 所以我就基本上慢慢转用了 用webbit这个wallet的了 那就希望你看到这里 都会喜欢这类型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麻烦你给个like我 或者是share给你朋友 都可以的 如果有任何的comment 或者问题 欢迎在留言里大家交流一下 另外有兴趣的话 关于看我一些的课程 或者community的话 在那个描述栏下面 也都有相关的连结 那就thank you